哈喽大家好我是牛叔 像地下党碰头一样 他还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基友 切格瓦拉 切格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早已沦为社会边缘人 平时靠偷资英识的度日 甚至有时候还贩毒 永强是一个正直的男孩 经常劝戒切格 导致两人时尚拌嘴 不过切格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好 所以床头吵架床尾和 永强家是传统穆斯林家庭 一家无口挤在一个宅小破旧的房子里 家境十分普通 父亲是一个富权主义者 虽然在外混的气惨 但在家里却说一不二 整天一日七时 其他人只能养齐鼻息 今天尤其让永强抑郁 因为父亲迎娶了一个年轻的新妻子 印度穆斯林仍然保持着一夫多妻的传统 但是你也得看看撒家庭情况 似乎都穷成撒比样了 嗨娜妾娘 为了讨好自己的小媳妇 父亲把家里的唯一一台家用电器 电视机也搬进了新房里 而母亲必须在婚礼上充当佣人 睡觉的时候还只能睡在厨房的地板上 永强毕竟是大学生文化人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感觉不对 但又无力反抗 只能默默地戴上耳机 与这凑蛋的现实隔离 躲起来将苦闷写在日记上 由于酷爱嘻哈 这些日记就被他变成了歌词 唱起来还挺带劲的 这天学校里来了一个社团表演 原本一直平平淡淡 直到一个嘻哈歌手登台 手舞足蹈一番hiphop引爆了气氛 台下沸腾气氛火热 大家一起吐嗨起来 此人叫MC黑炫风 是一个业余嘻哈高手 在江湖中有一曲嘻哈 喷到母株上树的赫赫为名 永强立刻被圈粉了 不久后永强又在网络上 看到了MC黑炫风 他组织了一个社团 叫砍死老虎 号召江湖同道来相会 永强十分感兴趣 兴臭臭的赶了过去 只见这里果然聚集了 大批嘻哈舞连人士 正在互相交流切磋 永强拿出自己写的歌词 希望黑炫风能唱一唱 但黑炫风却告诉他 你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要靠别人来传达 说着就把他推上了一台 还给他扔了一个币 永强被赶牙子上架 他毕竟是一个羞涩 腼腆的大男孩 生平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 俗话说的好 成功从来就不会光顾羞涩的隐 在人群的催促下 永强破罐的破摔 噼里啪拉的就喊了起来 嘿你看这个黑李葵 他妈长得真黑 什么叫做天赋一柄 天纵之财 一句话把时间地点人物 都交代清楚了 还顺带抨击权威人士 感到了说实话的美妙 简直是打开了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他十分感激黑旋风 俩人成了默逆之交 嘻哈团体经常会组织嘻哈立台 这里牛叔又要科普一下了 到底什么是嘻哈呢 嘻哈是一种 倾诉内心思想和情绪的音乐形式 这次比较高大上的解释 说直白点嘻哈就是喷 很少有什么心灵鸡汤的东西 跟那些歌功颂德的歌 绝对不一样 嘻哈则大多直指 社会的不公和内心的焦躁不快 说起来和网络喷子相似 但又有很大不同 一个躲在键盘里 另一个则在现实嘴对嘴的喷 因此嘻哈立台 可以说是一种血脉喷张 真实直接的暴力对抗 所以才会受到观众们的喜欢 如果是两个人 脸对脸的歌颂对方 夸对方怎么这么美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变成电视台的相思了 嘿你爱我就喷你像东国 你胖我就喷你高血压 有钱就喷你艾滋病 没钱就喷你肯迪瓜 但见各路嘻哈喷的喷来喷去 圣者至高气昂 败者灰头土脸 毫无热闹 永强第一次被推上立台 从小到大没骂鬼儿的他 只被喷得面红耳赤 哑口无言 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落 但这其实也是好事 在不断的被喷中 一只嘻哈菜鸟 飞快的常常起来 终于有一天 在黑眷风等人的帮助下 永强录下了自己的第一首歌 尽情倾诉生活中的抑郁 这首歌节奏快而低沉 揭露家庭生活的种种灰暗 对母亲的处境心痛 对传统的父权冷嘲热讽 也就是爸 你为什么要打我妈 这首歌虽然没让永强 在嘻哈界一炮而红 却吸引了一位女音乐人的注意 他就是号称印度莫文卫的 莫文卫 莫文卫也是刚刚踏入音乐制作人 这一行 虽然经验浅薄 但胜在家境优越 给你花钱就完事了 永强的歌唱事业正式走入正轨 俗话说的好 情场得意 独场失忆 永强的一点小名气 给他带来了麻烦 家中的穆斯林老父亲 居然知道了这件事 在穆斯林的世界里 是没有猪和嘻哈的 妈的老子辛辛苦苦 挣钱供你上大学 你长得什么了七八糟的 真是有什么样的母猪 就生什么样的子 母亲也被连累了 一起被凑骂一顿 好在嘻哈事业进行的挺顺利 在莫文卫的运作下 他们录制了一首精良的MV 这是一首十分街头的嘻哈舞曲 节奏中充满青春的火力和叛逆 尤其是将地点选在贫民窟 表达了年轻人虽然出身低微 却不甘屈服平庸的志气 这首歌曲好词也好 再加上大佬的推波助澜 效果自然不一样 直接在网上突破了四十万的点击 走在校园里都能被同学认出来了 印度莫文卫是一个开放叛逆的女孩 她对永强的才华十分欣赏 借着外出采风的时机 用出高男手段 永强本来就是个本本分分的大男孩 遇到这种女人也是头一次 马上就缴械投降 在彻夜谈心的死后 两人渐渐控制不了自己 最终由莫文卫主动使出一招乌鸦坐飞机 不久后嘻哈江湖突发一件大事 嘻哈天皇牛不凡 将来梦买举行演唱会 因此要搞一场华山论盆来造势 所有嘻哈人士都能参加 获胜者将得到一百万的巨额奖金 更能成为演唱会的嘉宾 从此走上流光大道 这可是一个重磅炸弹 永强他们欢呼雀跃 知道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 因为上次MV的成功 大家搞了一场聚散庆祝 聚会原本欢声笑语 其实殷子也不是一个简单女孩 女人的第六感 很快就让他发现了 永强和莫文卫之间有事 莫文卫还试图解释 哪知殷子心狠走了 一招当头棒喝 险些让他香消欲损 此战过后武林震动 殷子和永强谈恋的事 终于瞒不住了 殷子的父母一辈子 沿袭三重四德 和门当户对两项神功 哪里受得了将殷子 许配给一个贫民苦礼的小子 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但殷子还是喜欢永强 即使被收拾了 还是要问永强 我和门门为你到底选谁 永强被问迷惑了 不如先分手一下 大家冷静冷静吧 之后永强的生活越发黑暗 父亲对他玩嘻哈的事 坚决不同意 没什么可说的 先抽两巴掌 奠定底调 这次一向逆来顺受的母亲 终于忍不了了 墙式爆发 可也一样 只有挨巴掌的份 目睹母亲被打 永强多年来的怨气 尽数爆发 为了不让父亲再抽自己 干脆把他冻到了墙上 不准你再打我吗 在印度传统和穆斯林教义中 父权父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丈夫打儿子打媳妇 天经地义 没想到儿子 居然用出了一刀壁冻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 就连奶奶也忍不了了 立马咒骂起了母亲 看看你把儿子养的 一点教养都没有 难怪你丈夫娶小媳妇 当然这次永强的发飙 是动了真格的 把父亲凶了 在家也没法待了 他索性带着母亲和弟弟搬家 但没有带走奶奶 毕竟你教子有方 你儿子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很好的 永强母子无家可归 只能去求助亲舅舅 没想到舅舅也是满脑子复旋至上 不仅不收留他们 还骂他们做的不对 走逃无路的永强 只能去找好基儿切格瓦拉 哪知在这里看到了 丧心病狂的一幕 原来这家伙 居然让几个小孩子制毒 他被气得大喊大叫 甚至想用Rapper 抨击切格瓦拉的这种行为 可切格一句话就让他闭了嘴 你要是有能耐 就去抨击那些 把他们丢到排水沟的人 至少我还把他们捡 供他们吃喝取暖 没有我这些孤儿 恐怕早就饿死 冻死危险 我们是贫民窟的老鼠 死了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为了活下去 只能抱团取暖 彻底丢失尊严 永强彻底被击败了 哎你小子说的还挺押韵 印度由于人口基础庞大 穷人太多养不起孩子 再加上宗教禁止堕胎 再再加上强奸事件频发 所以流浪儿问题 是印度很难解决的大难题 基本上每年都会有 大量的孩子被父母丢弃 而流浪儿如何生存 又是另一个问题 偷窃贩毒严洁乞讨 甚至更不堪的事都要去做 综上所述 这两个问题 都不是靠嘻哈和电影能解决的 所以咱们还是回归主题 永强被这操弹的一切 逼地流出了泪水 不得不和气高把拉 干起了偷车的勾当 两人配合物件 倒也顺利 勇强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 甚至开始涉足毒品买卖 金钱滚滚而来呀 但他并没有被 纸醉金迷的生活说腐蚀 在内心深处 他依旧是用嘻哈 反抗权威的阳光男孩 有空便会不断地 和武林同道们锻炼功力 与此同时他也毕业了 在舅舅的帮助下 成为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 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时光荏苒 终于迎来了日思夜想的 华山论喷玉选赛 那只山道脚下横出虎 舅舅警告他 不要搞什么外门邪道 你的父亲是个司机 记得不 仆人的儿子还是仆人 正所谓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这是自然法则 你一个穷鼻 怎么嘻哈呀 脑子坏掉了 印度的狗屁自然法则 完全是既得利益者 对自身阶层的维护 他倒是行了权贵阶层 他多么想他的子子孙孙 永远都是权贵阶层啊 这一点 印度的种姓制度 做得很成功 延续几千年了 当一个社会约定俗成 想要改变生活 却成了痴心妄想 那么这个社会 注定一潭死水 闭嘴 谁有资格告诉我 我是谁 没有人 永强在这一刻 领悟了真正的嘻哈精神 金林启事 持中物 风云呼啸大印度 他果断放弃工作 踏上了追寻理想的道路 让你那套自来法则 见鬼 弹剑 预选赛 战况激烈 各路喷子 喷来喷去 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 轮到永强时 他先一后仰 火力爆发 将对手喷成了筛子 一翻大战之后 永强成功晋级武强 但黑旋风息败 虽然第一步成功踏出 但他也失业了 为了生计 只能又找到切格瓦拉合作 更没成想 父亲突然也找了过来 虽然态度强硬 但实际上是求儿子 认清现实 我当了一辈子的仆人 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 就是期盼你能比我好一点 你能不能别做梦了 我们的命运是注定的 我是仆人 你是小白领 这就是阶级上的跨越了 不是挺好的吗 梦想可以有 但要与现实匹配啊 父亲忍不住声嘴俱下 虽然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但为人父的天性 丝毫未眠 只是充满苦难的人生经历 让他不敢轻言理想 永强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 无法让父亲理解 但不会回头 更加雪上加少的是 切格瓦拉终于被警察抓住了 永强来看他 准备自首帮他脱罪 但被切格制止 这个被残酷生活摧残的男人 能做的只有尽量 不让泪水流出来 好兄弟 我是没有希望的边缘人 但你大有前途 不能就此毁了 我不会供出你的 去吧 去追梦 还有别让我的孩子们挨饿 快去吧 永强泪流满面 抱一微笑 这一切给了他无比强烈的斗志 华山论喷的决赛终于到了 英子来了 莫文卫来了 黑旋风也来了 许许多多的武林同道都来了 现场人头窜动 永强是第一个上场的选手 站在舞台上 他感慨万千 只觉得不吐不快 一场精彩的嘻哈表演 顺势爆发 这次他没有怨天怨地 反倒温柔了许多 告诫自己 千万不要被现实打败 无比坚信 坚持和奋斗的力量 没错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成功不过是过场 理想才是我们活着的真正意义 台下一片欢呼 永强满怀诚意的情愫 获得了巨大的共鸣和成功 他顺理成章的得到了冠军 也从此改变了命运 他花钱熟熟了切克瓦拉 一起照顾那些孤儿 然后又与家人和好 成为了贫民窟中走出的英雄 当永强最终站在舞台上时 父亲难以置信地 沉浸在欢呼的海洋中 当真如梦如幻 不仅泪流满面 或许在这一刻 他也终于明白了 追寻理想的意义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本片完 好了 印度又喷子讲完了 让咱们理解不了的是 一个愤情喷吧 居然靠着喷社会喷现实 获得了嘻哈冠军 咱们这些文化也是完全理解不了的 你有什么可喷这年 你要是觉得现实和社会有哪里不好 你不要去喷 你可以付出行动 亲手去改变呢 比如父权社会 你爹经常打你吗 你觉得你喷你爹有意义吗 你可以努力成为父亲 然后不打媳妇啊 你觉得社会不公平 权贵阶层垄断了上升渠道 你可以努力成为权贵阶层 然后改变这一切啊 你觉得印度流浪儿太多了 政府毫无作为 你可以成为印度大总统 然后改变呢 你觉得法律不公平 偏袒富人 那你就要成为总检察官呢 你觉得教育不公平 那你就要成为教育局局长啊 你觉得足球体不好 那你就要成为足协主席啊 震聋发聩啊 牛叔说的多这么有理啊 太震聋发聩了 你觉得哪里看着不舒服 自己努力就对了 千万不要去喷 喷就是不和平 不喷就是和平 好了我是牛叔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